美军11月份对华抵近侦查刷新三项记录 对此中方回应称 美方行径蓄意制造海空紧张 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一方面他在执行他自己单方的这种威慑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美式装备的一个展示的平台 未来一旦在这个地区有冲突的话 提供情报保障 提供相关信息的保障 美日举行联合演习 首次运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又拉小圈子在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上做文章 背后究竟有何企图 它是充满着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和冷战的思维的 这个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 背离的奥运精神 其实是西方双标的集体体现 新一轮普败会即将举行 对于跌入冰点的美俄关系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析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统计 11月份美军机对华抵禁侦查 刷新了三项记录 对此外交部回应称 美方行径蓄意制造海空紧张 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11月份美军机对华抵禁侦查行动 刷新三项记录 一是侦查架次 11月份美军累计出动94架次大型侦查机 对中国进行抵禁侦查 其中P-8A反潜巡逻机为主力 还包括MQ-4C无人侦查机和E-8C空地监视机 二是单日侦查架次 11月4号美军共出动10架次侦查机 前往南海侦查 三是抵禁侦查距离 11月29号美海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穿越台湾海峡 行动期间最近距离中国大陆领海基线 仅约15.91海里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 美方频繁派侦查机对中国进海抵禁侦查 这严重威胁和损害中国国家安全 有关行径 需以制造海空紧张 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赵立坚指出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美方应立即停止 此类抵禁侦查和挑衅行径 中方将继续坚定 和平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 被视为对华抵禁侦查主力的 P-8A反潜巡逻机 近期又传出要为其加装反舰导弹的消息 据美媒报道 美国海军近日宣布将在P-8A上 整合远程反舰导弹 P-8A也将是第三款 装备远程反舰导弹的军机 此外 近期美军高官还接连抛出 针对中国的挑衅言论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 近日呼吁美国及其盟友 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航母部署 对中国进行所谓威慑 而美国陆军部长 克里斯汀·沃姆斯则旺称 将用三招来威胁中国 那么美军频繁对华抵禁侦查 我们应该警惕什么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11月份 美军机对华抵禁侦查 刷新了三项记录 那这暴露了美方怎样的意图呢 腾先生 第一时压 第二备战 好 王先生 美望图展开空中前沿威慑 好 腾先生请 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军机特别侦查机 大量地出现在我们当面空域呢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 就是向我们施加影响和压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种飞行来说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当然也给予了 这个及时的应对 包括派出航空兵 对它进行驱离 对它进行监控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显示存在 施加影响和压力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觉得美国最近这两年吧 频繁地派出侦查机 主要还是在我们当面的 一些空域和海域 做战场的准备 比方说它派出的空军的E8C 这是这个战场赶制飞机 对地面的一些设施 一些目标 它进行搜索 进行侦查 那么P-8A它更多是对水下目标 包括反潜 包括水面舰艇进行跟踪监视 同样的还有R-135 对我们的雷达信号 进行跟踪监视 所以它整个一个下来来讲 海空军派出了几乎所有的侦查机 在这个地区频繁地活动 就是要收集我们当面 一些空域海域的相关的信息 所以它是在做战争准备 为未来一旦在这个地区 有冲突的话 提供情报保障 提供相关信息的保障 可以看出用心十分险恶 王先生您的观察 我们看到当前美国 对于它海洋战略的一个升级 称之为海上优势战略 那么如何巩固与建设 它所谓这种海上优势 美国应该是做出了 很多的这种盘算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美国的海军 包括整体性的这种海空力量 在我们周边建立起一个 前沿威慑模式 加海上控制模式 而目前我们看到近年来 这种前沿威慑模式 它产生了一个拓展 也就是由海面向空中去拓展 那么美方的军机 不断地到我们沿海区域 展开这样的一个抵近的袭扰 应该说它的频次是越来越高 而且距离也越来越近 就突出 它一方面是要为海军 去提供相应的情报 而且更多的是这种实时情报 尤其是当它的航母编队 航行到我近海区域的时候 那么展开这样的一个情报搜集 对于美方去执行 它这样的一个海上前沿威慑来说 应该是具有非常突出的 一个作用的 所以当前美国就是要一手 把这个海上前沿威慑给继续地向前去延伸 另一方面呢 把这个空中的所谓前沿威慑要建立起来 由海空形成一个立体的这种威慑的模式 这是其一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必须要关注和警惕的呢 就是它要不断地去拉拢周边的一些力量 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进程中来 所以一方面呢 它在执行它自己单方的这种威慑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这个美式装备的 一个展示的平台 不断地去调高地区的局势 然后呢 使得这个局势复杂化扩大化之后呢 让更多的国家和势力 绞入到这个局面当中来 把水搅浑了 美国妄图去摸鱼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军的P-8A 其实在11月份 是经常在我周边露面 那么现在还要声称说要武装P-8A 为它加装反舰导弹 那么您就对此 我们应该警惕什么呢 应该说P-8A的研制呢 应该是在冷战结束以后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呢 美国海军进行了 重大的海军战略的调整 就是由海向路 美军这个时候呢 把注意力关注在潜水区 也就是在有关国家的沿海地区 而且从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进行的几场 大规模地区战争来看的话 也是这样一个套路 就是从海上控制边缘地带 控制潜水区 那么通过控制潜水区 在由潜水区向岸上投送 这个打击力量 所以呢 它为了适应海军战略的调整 或者是美国海上战略的调整 那么研发了这一型反潜巡逻机 它的目标就是要在沿海地区 对于常规动力潜艇进行搜寻和反潜 但现在来讲的话 它要加的这型导弹呢 叫LRASM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远程反舰导弹 可以在150公里以上 对于对方的水面作战舰艇进行打击 就等于用装备的异形 专门用于反水面舰艇的飞机 那么借着传统意义上的反潜的P-8A 来反水面作战舰艇 这体现出美军在战备方向上 也有做出重大调整的改进 就是说它要强化 利用现有的一些武器平台 通过加装一些新的打击手段 加装一些新的设施 它这种改进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那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现在美陆军部长声称 有三招来威胁中国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之前 美海空军的高官都曾发表过 类似挑衅中国的言论 那么美陆军此时跳出来 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近年来美国陆军的一些高官 可谓是在涉华涉海议题上 跳得越来越高 他们抛出这样的一些语言 应该说是有两层意思 我们看到它所谓这个三招 其中有识招有虚招 比较识的应该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它要把勺 给什么的伸到海军的 或者说伸到海空军的锅里去 然后为自己去谋得 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利益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 它的整个预算分配来讲 这个海军一直是一个大头 所以说这个陆军 他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形式 它并没有去严重地触及 这样一个基本的构架 它采取的是 我可以替海空军去建设一些基地 这样的一种形式 谋求自身的那种存在感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它要抛出一所谓中国威胁了 这样的一些言论 来掩盖它这个真实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陆军在今年其实 它一直在不断地去布点 特别我们讲在我们中国周边 一个南亚 一个是东南亚 它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为和措施 比如说东南亚的三个国家 与他们展开相应的合作协议 在这个电子战 网络战 这方面它有一些先期的合作项目 在南亚它的这个动作 就更加的明显 比如说这个印度 在这个边界地区展开一些挑衅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陆军 它的地师山地师 就被印度请到这里来 一些技术人员对印军的山地部队 展开一些具体所谓的指导 那么美国也乐得与印度展开 所谓一系列的像北极勇士 这样的一些共同的演习 那么演习地点 一方面选在美国的阿拉斯加 另一方面就选在 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地 所以它的这个挑衅的意味 也是非常强 那么具体而言 这个到它的这个师操的这个层面 那就是要去调动一些资源 调动一些人员 那么这样转起来之后 美国陆军在它整个 美国军兵种当中 它的这个地位 它认为就会有所抬升 所以这两方面的目的 就促使它提出来 所谓的这种三招 除了不断向印太地区增加军力 美日近期又举行演习 首次演练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据日媒报道 12月4号 美日举行所谓 坚决之龙二一联合演习 残演双方包括 美国陆战队第三师 和第一航空机联队 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九师团等 报道称在演习中 美军将首次运用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在日本进行高机动 炮兵火箭系统的 长距离空运与快速打击 对此有岛内媒体炒作称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正是美国陆战队 支持所谓台海战争的 主要手段之一 此外 12月2号 第76届联合国大会 协商一致通过 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有173个国家参与共提 创下近几届冬奥会 休战决议共提国数量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 据澳媒报道 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和日本 都没有签署该决议 而他们都是所谓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 中国常驻联合科代表张军大使 在决议通过后表示 美国个别政客 朝作所谓外交抵制 骨子里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 抑郁将体育政治化 制造分裂 挑起对抗 这种做法不得人心 注定失败 只能让他们更加孤立 站到时代的对立面 站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和人民的对立面 那么台美炒作每日演习 针对所谓台海冲突 是何用意 美国拉小圈子 在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上 做文章 背后究竟有何企图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沈远乔腾先生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 现在开始自嗨了 炒作称美日这个演习 是在演练支援台海冲突的 新战术 您觉得此时这样的炒作 又是什么样的目的 两方面看一方面 从美日角度来说的话 确确实实在做这方面准备 我们看到前几天 前首先安倍也公开讲了 台湾的事物 就是日本的事物 所以遭到了我们的抗议 或者一致反对 没错 这应该说体现出 美日政客心中的一种打算 就是介入台海事物 那么从岛内来说的话 这些媒体其实都是民进党 在后边支持的 绿营的这些媒体 所以不断地自嗨 所以一方面给美国 给日本方面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 认为岛内愿意跟域外的势力 一块航线一气 来搞分裂活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也给自己壮胆 认为你看美国来了 日本也要参与进来 所以给自己在谋求台湾分裂的 这样一些座位上 有一定的这种给自己鼓劲的方面的安排 所以我个人感觉它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美日现在确实加大 在利用台海问题 他不是说为了岛内民众的福祉 他更多的是想借这样一个议题 来不断地炒作 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 谋取好处 那么岛内蔡英文当局 确确实实也看到了 这样一个所谓的契机 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这完全是一个背叛民主 背叛国家的选择 所以我个人感觉 岛内自嗨 应该说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为我们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方面 我们既有能力又有这个决心 任何国家 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完全是一种妄想 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这是美日首次将远征 前进基地作战这一概念 运用到实战演习中 那这是否意味着 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有所加深呢 那对于地区国家来说 又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来看 我们看美日近年来提出的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突出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重新抛出 所谓岛链封锁这个概念 我们姑望言之为 这个新的岛链封锁 另一点就是要强化 对于目标国的周边岛屿 这种打击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主岛去抛出 这样的一份文件 那么日本其实跟它 正在展开相应的配合 之前我们节目里头 也多次提到 日本它在全新的一些文件当中 明确地提出 说要去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 其实这已经大大的超出了 所谓专守防卫 这样的一个范围 但是日本坚持这样做 就是要跟美国之间实现 这个两大深度融合 第一个就是在政策层面的融合 第二个就是在具体层面的结合 从政策层面上来讲 我们知道美日之间 是一个军事同盟关系 日本一直妄图要做美国 在区域内的所谓第一盟友 那么美国现在也乐得去利用日本 这样一种心态 去展开这样一个融合 拉开这个融合的架势 有了这样的一个远征前进基地 这个计划 我们看到不断地去把日本的兵力 把日本的这种武器装备 给释放出来 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去服务 另外从这个具体层面来看 也是风险系数越来越大 那么美国和日本之间 它这种具体层面的战术的合作 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呢 互操作性不断提高这样的一个水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装备上呢 美机美舰 日机日舰 原来是各干各的 现在呢是美机配日舰 那么这个日机配美舰 这样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实现了 它是高中低端的武器装备的融合 人员的融合 一直也是他们放到 它一系列的这种军事演习当中 也就是说这个两支部队 可能会在战时实战当中 融为一支部队 由美国的指挥官去具体的指挥 所以给地区局势 带来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 和这种不可预测性 我们注意到联大日前 是通过了奥林匹克修战决议 但是所谓的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 也有五眼联盟的成员 拒绝签署 那么请教两位的观察 此时他们这么做 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王先生 我们看到对于奥运修战决议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甚至都展开反对 我们就不难发现 西方其实它是妄图 把奥运展开一个政治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还是抛出一系列的 所谓中国威胁这样一种论调 我们看到近年来 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甚至包括所谓五眼联盟的 一些成员 他们往往是把所谓 中国威胁论当成一个框 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遇到海洋议题的时候 他们就抛出 所谓中国海洋威胁论 遇到网络议题 他们就抛出 所谓中国网络威胁论 所以这个花样翻新 现在我们看到 在奥运这样一个议题上 本来这是一个盛世 但是他们之所以 要提出所谓的人权问题 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好 它就是要展开一个 对立的这样一种姿态 比如说这次这个行为 它是充满着这种 零和博弈的思维 和冷战的思维的 这个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 而我们中国在这个近年来 特别无论是面对疫情也好 还是国际经济 国际治理的这种发展的大势也好 我们展开了一个是 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我们追求的是和和 我们执行的是 天下一家式的全球的治理模式 而且我们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命题 所以在这个冬奥会 这样的一个盛世 我们一定会把它办成一个盛世 但是西方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这个中国 去不断地去推广 我们这样一种正确的理念 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 愿意与我们相想而行的话 对于他们所谋求的 这种全球的霸权 是一种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五眼国家也好 还是这个四方机制的 这样国家 美国 他们就跳出来 对我们展开这样一种反对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 美俄新一轮的普败会 即将举行 美俄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呢 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不断 甚至刀兵相见 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地区的 难民问题上互相指责 有评论称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降到冷战结束 30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这一关系可能继续恶化 另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宁于12月7号晚间举行视频会谈 两国领导人将就乌克兰局势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此外 针对五角大楼在上个月发布的 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 有分析认为 该报告的目标之一 是重建战备标准 美军正努力在东欧重建战备状态 形成可靠的对俄作战威慑 五角大楼早前取消了 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的 可派往德国的2.5万名美军上线 还通知比利时和德国 美国将保留7个军事基地的存在 对此德媒评论称 尽管美国的军事重点是印太 但现在欧洲的战争风险更大 美军在亚欧准备打两场战争 那么新一轮普败会 将会引领未来 美俄关系走向何处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我们看到新一轮的普败会 将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那么美俄关系降至冰点 此次会晤能回暖吗 滕先生 美俄关系趋向稳定 但是转环的可能性为零 好 王先生 对立中有合作 可能成为美俄关系常态 滕先生请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拜登上台以后呢 明显加大了对于俄罗斯的 这种打压力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接触呢也得增加 所以你现在看 它其实是一个二元化的结构 一方面强调这个遏制 或者说威慑 俄罗斯在欧洲方向更加明显 特别在波罗的海 在黑海方向 两边一块牵制俄罗斯 而且在乌克兰 在白俄罗斯方向呢 实际上情况现在非常紧张 那么不管是难民问题 还是这个冲突问题 也是显示出 美国在做局 在加大对欧洲的控制 同样呢 加大对俄罗斯的政治打压 外交鼓励净制裁 还有这个军事威胁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拜登的身段呢 也非常柔软 比方说6月16号 跟普京进行了第一次峰会 他用了这个6个月时间 就上台6个月时间 实现了美俄元首的会议 而特朗普呢 特朗普用了18个月 一年半时间才跟普京建了一面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再次的首脑峰会 你可以看出来拜登在对俄政策方面呢 他确实是两手 一方面在欧洲搅局 在欧洲制造俄罗斯威胁论 但是呢 他为了跟中国进展的竞争 他必须要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从6月16号之后 他做了一番的这种安排 显现出他要放软身段 要跟普京搞关系 要跟俄罗斯稳定关系 那么这种二元化的对俄政策 或者对欧政策呢 我觉得它很难落地 毕竟是它是矛盾的 它逻辑是行不通的 那么它也很难落地的 那么我看到这个拜登总统 标准的微笑下 其实是有一个美丽的陷阱的 王先生请 应该说近年来呢 美俄之间的关系 它是既有对立面 又有合作面 而这个对立分歧面 是要大于这个合作面的 这是因为呢 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 它要谋求对于俄罗斯关系的 这样一种转化 但是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转环 因为这个美国对于俄罗斯 它这种战略挤压的这个态势 仍然是愈演愈烈 一方面传统的这个欧洲区域 展开北约东扩 那么从三个角度 三个方向 对俄展开这种前沿的挤压和威慑 俄罗斯应该是感觉的 非常的明显 虽然说通过这样一个 高层会谈的形式 可能在一些局部的 一些这个问题上 得到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缓示 但是这个基本的态势 还没有改变 比如俄罗斯国防部 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说用2020年的一个数字 与2019年做对比的话 美国对俄罗斯的领空 展开这种空中挑衅的频次 其实是升高了15%以上 所以他们总结称 说由过去对俄境的 这种零星式的挑衅 变成了系统式的挑衅 另外再一点 先刚才滕老师说的 这个就是拜登政府 其实它有自己的 这样一种盘算的 因为它的重点 是要推进这个印太部署 推行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 而印太战略的重点 又在于西太 所以拜登方面 他要通过与俄罗斯 展开一系列的这种合作 稳住西部 稳住俄罗斯这个层面 然后把更多的这种军事的 这种力量和关注度 投入到西太区域当中来 那我们看到美军的 这个所谓的全球态势评估报告 是紧盯印太 那么现在德国媒体报道称 在欧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那请要王先生 您觉得美军是想在亚欧 打两场战争吗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欧洲方向 还是在亚太方向 美国的动作仍然是非常的 这个频次非常的高 就是他把过去所谓 曾经在历史上提出的两线作战 两头作战变成现在是两头拱火 怎么叫两头拱火呢 就是一个是在欧洲 一个呢重点是在亚太 或者是在西太区域 一方面 美国要利用好区域内的 一些地区的热点和争端 比如说在欧洲 他利用乌冬的一些问题 利用这个黑海的问题 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亚太区域呢 他不断地要把这个南海争端 跟这个台海问题 甚至跟东海问题 要给串联起来 那么由此呢 去编织一张网 这张网第一个就是这个地缘之网 另外一个呢 也是美国的一个同盟和这个伙伴体系之网 就无形之中 要再从黑海到南海 甚至说再远一点 从波罗的海到俄厚茨克海 去拉开一道海上的栏目 拉开这道栏目之后呢 一方面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争端 挑起事端 来布设自己的这个战略实力 另一方面呢 让这个栏目一线的一系列的国家 无论是他的盟友也好 还有更多的是他潜在的这样的一些盟友和伙伴 去选边站队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ides字幕 确警